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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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不落下风 张无忌便可逼迫他们比拼内力 只要比拼内力 张无忌便有很大的胜算 所以三度占平张无忌 其实是有点侥幸的 前两次张无忌没有出全力 而最后一次 则是被谢迅的安危分析 二 张三丰 张无忌的武功与境界 张三丰是以天图龙纪 中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 近百年修为的他 武功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不论是内功还是外功 亦或是境界 都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代表了金庸武侠中的个人武功巅峰 如果三度中有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 再联合其他二人 张三丰肯定不是对手 但三度中显然并无人达到这个境界 张无忌的武功其实也已经到顶了 再练下去 内力只会更加精纯 想要在身后已经不可能了 相比张三丰 他欠缺的只是对于武学的理解 以及内力的精纯度 但他胜在年轻力壮 总的来说 二人战力相差不大 以张无忌的武功 和内力的身后程度 以及内力的特性持久 再无人 无视干扰的情况下 是很有可能胜过三度的 少林三孙的脸色本来各自不同 这时却都烟红如血 僧袍都鼓了起来 便死为疾风所冲 但张无忌的衣衫却并无欲壮 这情景高下一盼 倘若他是一一对一 甚而一一第二 早已获胜 他所练的九阳真气 原本魂厚无伦 再加上张三丰指点 学得太极拳中练其之法 更是欲斗欲胜 最能持久 时可再拼一两个时辰 以待对手气衰力戒 少林三孙拼到此时 已瞧出九战于己不利 经修版以天图隆记 按照小说中的描述 张无忌的九阳真经 本就绵绵不尽 再加上武当派的练技之法 更是持久 九战下去 三度毫无胜算 武当派可与少林派齐名 并非浪得虚名 而是拥有真实本领 不论是内功 还是外功 武当派都可与少少林派并驾齐驱 按照小说中的描述 九阳真经已是无上内功 是金庸武侠中内功的巅峰 少林派内功一经经 练到最高境界 与九阳真经不相上下 而武当派内功 也是无上内功 可与九阳真经并驾齐驱 按照金庸先生武侠世界的设定 各派内功虽练法截然不同 但殊途同归 令到最高境界 都是阴阳户纪 武当派内功与九阳真经特性相似 都是持久 所以 张无忌全力施展 可战胜三度 张三丰自然也不在话下 三 杰宇 综合上述 少林三度虽然厉害 但他们三人合力 内力最多也只能持平张无忌 且持久还不如张无忌 而金刚伏魔圈上未练到最高境界 也不能真正地压制住张无忌 所以张无忌全力施展的情况下 可战胜三度 张三丰代表着金庸武侠中 个人武功的巅峰 战力基本持平张无忌 自然也可胜过三度的金刚伏魔